告訴我 後面這個東西 s 平方 x 三方 約掉s 平方 所以它會變成多少? 它會變成 a 分之 b 再乘上什麼東西? x 分之 1 我這樣寫你沒有意見吧? 這個 a 不是 0 這個 a 不能是 0 所以我放分母應該是沒有辦法對不對? 然後再來再加上 看我這邊 來 請問你 加上什麼東西? 這是 a 分之 c 然後 x 的 x 三方 所以這裡要寫什麼? s 平方 分之 1 再加上 來 這裡是 a 分之什麼? a 分之珠 然後這裡是 x 三次方 分之 1 這樣懂嗎? 知道我們做什麼事對不對? 那現在的同學你看喔 哈囉 你仔細看我這邊 當這個 x 超正的時候 來 周先生你看喔 你知道什麼叫 x 超正? 譬如說 舉個例子 s 要超正對你們來講 譬如說 x 等於多少算超正? 你們覺得 x 多大 對你來講算超正? 100萬幅而已 好 譬如說 x 等於 100萬 好 我現在喔 導演 你看我這邊 假設 x 等於 100萬把它帶進去 請問同學 這一項會變多少? 100萬分之 1 同學我問你 100萬分之 1 它是不是 0? 它不是 0 但是它幾乎是 0 對不對? 100萬分之 1欸 再乘上 a分之 b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接近 0 的數字 所以原則上這個時候 你幾乎可以怎麼樣? 你幾乎可以忽略它 你說老師 可是它不是 0 對 但是它已經很靠近很靠近 0了 對不對? 就是你把 x 當成 100萬嘛 對不對? 這個傢伙就是小到就是你可以忽略它 它基本上就是 0 就跟 0 很靠近 那我問你喔 這個是誰? 100萬的平方分之 1 哇靠 那這個當然也很靠近 0 對不對? 它不是 0 我再強調一次 它不是 0 但是它非常非常靠近 0 那小到無可思議這樣子 來 這100萬三四方分之 1 所以這個時候 同學你應該發現 如果你 x 是 100萬的話 這三個東西喔 都是那種怎麼講? 無足輕重的感覺 你知道嗎? 都是那種有跟沒有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東西就會是誰? 這個東西大約就是誰? 就是 a x 幾次方? 3次方 在 x 很大很大的情況底下 你會發現這個傢伙大概就是它 大概就是它 這個就是我們跟同學講的廣域的特徵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可以喔 廣域特徵就這樣喔 講完囉 好 講完廣域特徵之後 我看一下喔 我再講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講局部特徵 欸 講局部特徵的話 要來到203頁 來 都給你翻到203頁 來 我把這個講一下齁 這邊其實快叫完 局部特徵 局部特徵喔 我用課本的例子喔 課本203頁 它這邊舉一個例子 它說 有一個多項是 fx 來 它長這樣 叫做x的三次方 然後呢 再減掉x的平方 再減掉x 再怎麼樣? 再加上1 然後我們就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們之前做過 他說在第九單元的例題部裡面 把這個傢伙怎麼樣 表示成s-2的多項字 把它表成s-2的什麼東西 的多項字 好 欸 我覺得這裡 剛剛先回答問一個問題喔 來 同學 你看我這邊 把它表示成s-2的多項字 所以它應該這邊要寫一個a 然後這裡是s-2的幾次方 三次方 再加上b 乘上s-2的0 知道我意思嗎? 再加上c 乘上s-2 再加上j 好 欸 可以可以 來 我這裡問兩個問題喔 我跟你講這兩個問題我們可能稍微回答完這堂課就結束 但我這裡還沒結束 問兩個問題 來 question number one 來 這個問題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怎麼求abc租 你們還記得嗎? 我要怎麼去求abc租 我覺得這第一個問題你要知道 你要怎麼去算abc租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 question number two 你猜我要問什麼問題 當你把這個多項字喔 把它表示成s-2的多項字 同學這個叫做中心轉換 這個叫做把這個多項字怎麼樣?變形 請問你把它變形成這樣子 請問這個叫做配立方嗎? 這個是不是叫配立方 就問你這個問題 這是不是配立方 OK 來 你把這個寫上去 然後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可以嗎? 這個可以問誰呢? 我可不可以先問第二個問題 請問你喔 這個寫成這樣子的話是不是配立方 是嗎? 是嗎? 不是 是嗎? 是喔 同學我告訴你 寫成這樣是不是配立方 答案不是啊 不是 欸 我告訴你 這個很多學生 在這邊會搞不清楚喔 你說老師 不是配立方就是長這樣嗎? 我跟你講這都不是配立方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配立方的話 我給你講喔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表示成 s減什麼? 減h的多向式 如果你要配立方的話 請問你的h必須是誰? 你說 如果是配立方的話 你的h是有指定的喔 你的h是誰? 講話就是3a分之多少? 3a分之-b啊 以這個題目的設定來講 來 3a是多少? 3a是3喔 對不對? 然後-b是多少? -b是1 所以這個題目 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把這個2換成3分之1的話 這樣子才叫做配立方 配出來會缺那個2成效 知不知道我現在在強調什麼概念 我現在強調的概念就是說 你想要把這個傢伙 表示成誰的多向式 那是你加的事情 你要表示成誰都可以 你說老師 我可以把它寫成s減2的多向式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把它寫成s加3的多向式 我告訴你可以 隨便你 你可以把它變形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s減1的多向式 也可以寫成s減100的多向式 你要把它寫成誰的多向式都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告訴你怎麼把abc注求出來 都可以 你隨便你高興 你要寫成誰的多向式 我們都沒有意見對不對? 但是請問你 是不是寫成這種形態就叫做配立方 不是 配立方是一種很特殊的中心轉換 你的中心是誰? 你告訴我 你的中心必須是3a分之-b 以後大學你就知道 這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這個叫太樂展開式 這個我不講太多 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配立方這個h是有指定的 必須是3a分之-b 這樣可以 你要注意一下喔 有些學生會把配立方跟這種東西會有一點混在一起 其實不對喔 配立方是一種特殊的中心轉換 好 那接下來我問你怎麼叫abc注 這高中數學的策略是固定的 來 1-1 然後-1 1 來你猜要怎麼做 就是連續使用中和處法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做一次給你看喔 來看我這裡 來請問這裡要放多少 這裡是s-2 所以這裡要放誰? 要放2 你就要把這個1把它放下來 1乘以2是多少? 2 相加 相加是多少? 1 1乘以2這裡是2 相加這裡是1 1乘以2這裡是2 1加2等於多少? 3 我現在跟同學講 這個3就是誰? 這個3就是這個珠 我告訴你 3就是這個珠 你說老師為什麼? 這個很簡單 我舉例給你聽喔 多相式的處法 它就像是一個過濾的感覺 你懂嗎? 我現在用s-2當做濾 請問你 我的余式是誰? 當然就是這個珠 對不對? 這個會整除 這個會整除 所以留下來的那個東西就是珠 你聽懂那個感覺嗎? 我們在做處法原理的時候 這個除以s-2 這個s-2就像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空氣氯氫基的那個濾網有沒有? 就是它是過濾的感覺 你把它過濾之後留下來的東西就是你的余式 好 那我跟你講喔 再除第二次 再一次喔 來這個1你再把它放下來 這個是1 1乘以2 這裡是2 1加2 3 3乘2多少? 6 6加1多少? 7 來我再過濾第二次 請問你喔 再過濾第二次的話 剩下來的東西是誰? 就是這個傢伙喔 就是7嗎? 我看一下課本喔 我有沒有寫錯 應該沒有 我看看喔 沒有錯 它是7 這樣可不可以? 你先看一下 這個傢伙就是7 可以喔 我剛才過濾一次啊 是不是他 再過濾第二次 這個c就會留下來 因為我就 你就想我裝了兩層濾網 裝了兩層濾網之後 這個c就過不去了 它就會被留下來 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現在 再做一次處法 來這裡是1 然後這裡是2 1乘2是2 3加2是多少? 5 那現在請問同學 這個5就是多少? B 這個5就是B 來那我問你 這個A就是多少? 這個A就是誰? A就是1啊 所以現在的同學 你應該非常清楚喔 來這個V就是多少? 5 這個A就是1 我們怎麼把一個多項式 表示成s-2的多項式 高中數學教你一招 連續使用中和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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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就想它就像過濾一樣 你除以s-2 你剩下來的 這個就是那個渣渣 聽懂嗎? 沒有辦法通過那個濾網 那個渣渣 就是你的魚式 叫做3 所以就是豬 然後你再裝第二層濾網 再過濾第二次 就是你懂嗎? 它掉下去之後 你再過濾第二次 誰會被留下來? C會被留下來 因為這一坨東西 它只能通過一層濾網 到第二層濾網 它就會被卡住 這個C就會被留下來 這樣你懂不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喔 知不知道 這個是豬 這個是誰? 這個是C 對不對 然後你在裝一層濾網 你有沒有看到 誰會被留下來 V就會被留下來 它就是一種 一層一層的概念 連續使用中和儲法 好 那我覺得這堂課 講到這裡差不多 跟同學談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來那個 思群哥 幫我拍這裡 我們這堂課我告訴你喔 高一的小朋友要學會什麼東西 廣域跟局部 我們就是最後把這東西再講一次 我像我們2020年再見面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概念喔 再把它繼續把它講 我們今天大概只有講一半而已 請問你什麼叫廣域特徵 你說 哎唷 廣域特徵就是遠遠的看嘛 對不對 近看差很多啊 遠看差不多啊 這種感覺啊 近看覺得 這不太一樣 可是你拉很遠之後發現 好像也還好對不對 差不多 那你知道什麼叫局部特徵嗎 局部特徵就是近看向什麼 遠看向什麼線 曲線 彎彎曲曲的對不對 近看向什麼線 直線 這樣懂不懂 就類似這種感覺 這樣可以嗎 OK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大家清楚了 來諮詢各位些啦